马来西亚大宝森节有多热闹 一大清早来一份冬战干什么 参加大宝森节 今天肯定很多印度人来 因为这是他们的 你看中央节日好多印度人在这里 哇在这里还有米露车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们已经快到了吗 看到前面了 你看路上好多印度小姐姐 几美一圈 哇点香的 哇好香 像庙会一样的是不是 这是印度人的庙会 哇好热闹哦 这是印度的零食 哇 哇 好多哦 哇 现在是早上六点 你看那个人 黑风度的人有多少 哇 哇 好热闹 哇 就像那个酒房爷的信徒 那种 是不是 对啊 这个酒房爷的信徒要吃素嘛 他们也要吃素的 哇 哇 哇 好热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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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的大宝三节 每年的公立一月或者二月 只有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才能看到的习俗 听说在印度本地都没有这个节日了 也是一个忏悔和时间诺言的节日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看大宝三节 对这里面的一切我都充满了好奇的 前面的这些女性参会者头上顶着一个铜棺 里面装的是有经过祈福的牛奶 大宝三节好热闹 好多人啊 在一个节日感觉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来了 大宝三节的祭祀仪式有很多种 信徒们通常都会剃头 做法是用银针穿刺自己的舌头 背部还有脸颊 这些鼓手打鼓打得好欢乐的 旁边的这些个印度小哥哥小姐姐们跳得好开心的 原来他们上上还原还要背好重的东西 这个河边上聚集了好多印度人在这边沐浴 据说就是为了洗净一生的猎杖和灰漆 然后呢再以全新的姿态到上上莫拜神明 还是有一些信徒很早就上上还院了 我发现这里的印度人很多都是一家人一起过来的 有些小姐姐还会穿好漂亮的十二粒 不过大部分看到的还是这种黄色的衣服 小朋友好卖力的在喊口号 好多印度人都会在这里剃头刮胡子的 听说印度人的神也是分好多种的 很多信徒在河边沐浴完就在这边直接开始骑铜了 用银钩勾住自己的杯 其实我还一直挺好奇的 真的会不痛的吗 还有那些穿在嘴巴上的想想都觉得很痛 但是又觉得挺神奇的 竟然没有流血 我们就快 Aurora手 brewer跟这边 questions 我们在这边的 diğer ranking 其实都大学的摩永绝 还会你知道的 在三个人的情况下 ien没有什么 是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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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印度同胞们一起摸摸大水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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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